八卫对胜的领求 好 金融姐妹们 大家周末好 国内的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要查的这段经文 是很短 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最后的这五节经文 从31到35节 那因为这个经文很短 我们就一起把这五节经文 来一起读一下好了 从31节开始 当下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 站在外边 打发人去叫他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 说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 这有声音吗 好的 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 就是这一段 这段经文本身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 他说的就是 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可以因此进入与神 无比亲密的关系当中 而这种关系呢 就好比像母亲 还有弟兄姐妹一样 是像家人一样的 很亲密的关系 经文的本身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今天的查经 没有到此为止 为了要好好地理解这一段经文呢 我们需要稍微地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所讲的经文 这个也是给大家问题当中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为什么来找他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场景就是说 耶稣你的这个母亲和弟兄 在外面找你 为什么来找他呢 在之前21节的时候 有过交代 耶稣他们这个家人出来找他 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可能癫狂了 所以要把他从人群里面带回家去 而耶稣在这之前 是做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觉得耶稣可能癫狂了 他之前我们讲到 在加利利医病 有许多的人听说 他治好了每个人的疾病 有很多的人从加利利全地来找他 为了让他医病人数极多 以至于在第二章 我们讲到他在加百农的时候 人们围坐在他房子的周围 没有空地 一个摊子 他四个朋友不得不拆了房顶 才能见到他 除了他医病 他还做了些其他什么事情 他还有赶鬼 在之前我们讲到很多次 耶稣赶鬼的经历 然后他也讲到 在这之中 我们也讲到了很重要的 耶稣跟法利塞人和文士的 几次的对峙 在安息日的治病 守禁食等等 这几件事情上面 耶稣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 这些是凭礼仪条 让自己得荣耀的这个人 表面看上去是遵守神的教导 实际上是在凭自己的私欲 用宗教伪装自己的不幸 这样的对峙也引发了 法利塞人对耶稣赶鬼神迹的污蔑 就说你这全都是靠鬼王赶鬼等等 然后在这之后 还有更多耶稣和法利塞人和文士的对峙 圣经都一一记载了下来 所以在耶稣做的这么多的事情当中 是哪些事情让他自己的母亲 和他自己的弟兄觉得他癫狂了呢 我们可以猜测 应该不是因为他医病和干鬼 因为在耶稣加利利施工刚开始的时候 圣经记载他所行的许多的 医病和干鬼的神迹 那个时候他家里人没有觉得他疯了 来找他 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 这个事也合理 这个事的确没有办法 让人觉得他很疯狂 医病和干鬼都是很神奇的事情 而且都是造福大众的事情了 大家只会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很有能耐 而且还很有爱心 不会觉得这个人是癫狂了 那耶稣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他自己家里人 都觉得他要癫狂了 来特意找他要拉他回去呢 就是当他开始显明自己神子的身份 并且以神子的身份 开始解释圣经教导 揭露当时犹太宗教的 这个虚伪和错谬的时候 一开始只是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是没什么的 那个时候吸引了 那个时候只是吸引了 当时宗教领袖的注意 他们当时可能也开始担心 这个人会不会把这些 普通人 把从宗教领袖们身边吸引走 但是如果我们记得 马可福音第二章最后 当耶稣面对法利塞人和约翰的门徒 关于守安息日的这个责问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的这个回答里面 又是引用历史里面大卫的故事 又是引用关于献祭的律法 又是引用关于先知和西亚的这个话 来回应这个责问 但是在最后的最后 他最后对这句回答的总结成词是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当时我们讲到话 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宣称自己是神 他在解释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关于安息日和这个 进食的问题的时候 他本来可以 前面说的已经完全很充足了 他的这个回应已经非常的充足了 但是他最后一定要开始说 这个总结成词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就是在他开始揭示 自己是神子的这个身份 而这时让法利塞人和文士这批人 再也不掩饰自己的敌意 开始疯狂的攻击耶稣的 最根本最核心的点 我们还记得犹太人 要给耶稣定罪的时候 给他定的是什么罪呢 说他是说僭越的话 说自己是神 因为他们实在是找不到 耶稣做的其他犯的这个罪 但是照罗马的律法来说 你说自己是神 这种事情是定不了罪的 所以这帮犹太人开始说 耶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网 然后想让罗马人把这个事情定性为一个 说内部独立叛乱一样的这个事情 但是这些都说远了 但我们不难看到 当耶稣说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 当他开始揭示自己是神子身份的时候 那些敬拜着虚假偶像的人就忍不住了 我们之前拜的 我们这个偶像拜的好好的 你跳出来说你才是这个神 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跳出来说 他疯狂 说他被魔鬼附身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 自以为是的这个敬拜神 为自己的这个荣耀 但是耶稣相当于说 你们那根本就不叫敬拜神 而我才是神 而我对你们宗教的定性 有最后审判的权柄 而我们能看到对耶稣是神的这个信息 绝大部分的人在一开始都是很难接受的 这其中也包括了耶稣的家人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 还有上一次 刚才讲到21节的经文当中 我们才看到他的家人 听说耶稣在外面做了这些事 说了这些话 他们也觉得耶稣可能是疯癫了 所以赶忙要来找他 拉他回家去 他们他们的反应 说实话反而很容易理解 他们的反应也很合理 因为如果你在几千年前的街头 看到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神 你大概的想法可能跟 也会是这个人不是这个疯子 就是个骗子 或者是你在知道他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可能还会猜想 可能有另外一种阶段 这个人可能真的像他说的一样是神 但是在这之前 你如果得出了这个人 要么就是个疯子 要么就是个骗子的结论 那就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个结论了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查经的时候 刚开始的这个小标题下面 疯子 骗子 还是主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稍微换一个话题 有一个20世纪非常著名的英国作家 同时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的护教者 叫C.S. Lewis 他有一个非常 他比较著名的作品 有《纳尼亚传奇》《魔鬼家书》《凡普归真》《四种爱》等等 这里面有好的书可能你听说过 然后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 这个论点呢 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叫《刘易思三难》 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刘易思三难》 因为 但是他这个论点是什么呢 这个论点就是说 耶稣要么是疯子 要么是骗子 要么是神 因为他宣称自己是神 如果他知道自己不是神 而仍然宣称自己是神 那他就是一个骗子 如果他不知道自己不是神 但仍然宣称自己是神 那他就是一个疯子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神 那他宣称自己是神 那他真的就是神 这个论点上的意义并不是在 他知道和不知道这件事情上 做逻辑上的这个弯弯绕绕 而是指出说 耶稣当时的这个宣称 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时候 每个人在逻辑上 应该只能得出这三种结论之一 耶稣要么是个疯子 要么是个骗子 要么就是神 所以我们刚才说 耶稣的家人们觉得 耶稣可能是疯癫了 这是一个很合 可能是一个很合逻辑的一个推论 那为什么这个论点很重要呢 在C.S. Lewis提出这个论点 这个年代 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种 对耶稣身份的全新的解读 这种解读认为 耶稣是一个高尚的人 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是一个道德楷模 是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 富有爱心和智慧 然后他带领了工业员出 这一场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耶稣的这个时代 和C.S. Lewis时代 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都会有很多人毫不犹豫地 把这些人所编造的这个桂冠和名字 圣人这样的名字 去带到耶稣的身上 把他摆上这样道德的高谈 但是却不愿意承认他是神 C.S. Lewis的这个论点的这个核心 就是耶稣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这个选项并不存在 当一个人看到耶稣的这个事迹的时候 不管是在耶稣同时代的人 还是在后来圣经上面看到 关于耶稣记载的这个人 都只能在逻辑上得出三个可能的结论之一 他要么是疯子 要么是骗子 要么就是神 他在论述这个论点的时候 这上面有一些细节 说到耶稣不可能只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一个宗教领袖 他不可能是一个思想家 一个智者 因为当他宣称自己是神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从这些类别当中给剔除出去了 因为一个智者 一个思想家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一个有正常逻辑 冷静理性的人 不会认为自己是神 不会做出自己是神 这种疯狂的宣称 也不会希望人们认为他是神 而 麦卡扎牧师在讲到 说C.S. Lewis的这个论点的时候 他认为 C.S. Lewis的这个论点 很有可能就是从刚才 我们学的马可福音的第三章 推断来的 因为在刚刚我们回顾过的 第21节里面 耶稣的家人认为 耶稣可能是疯了 这是选项一 在22节 宗教领袖认为 耶稣是个骗子 因为耶稣宣称赶鬼的力量来自于神 但是他们说你其实是被鬼王别习补附身 所以你是骗子 这是选项二 而到了后面第三章29节 讲到干犯圣灵的罪不得赦免的时候 其实暗含的就是第三个选项 因为人见到了神的工作 不承认是神的工作 暗含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神 他所行的赶鬼的工作是神的工作 所以麦卡斯说C.S. Lewis的这个论点 这个是他自己造的 耶稣三男这个statement 这个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 但是好像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 这三个选项就全部都出现了 新约圣经在撰写的时候 非常清晰的让读者能够认识到耶稣 他不是一个疯子 疯子不会像耶稣这样有条理的 去讲有权柄的话 疯子不会在他讲道的时候 能够吸引众人包括女人和小孩来到他周围 疯子也不会彰显他所展现出的 耶稣能够展现出的这样的慈爱和怜悯 更不会因着这样的慈爱和怜悯 能在地上去做医治疾病 还要复活死人的神迹 我们也能在圣经的记载当中 看出来耶稣不是一个骗子 他从未说谎 他的医治的神迹从来不多多藏藏 条条件件 之前讲到他在加利利施工的时候 他医治的所有人 来到他面前 所有的人他都医治 而且他在众人面前行医治 包括那些想要害他的人 这些人都不能否认 耶稣的医治和他其他所行的神迹的真实性 否则他本来可以 他们这些人本来可以用欺诈的这个罪名 去给耶稣定罪 但是他们翻来覆去 只能说 这个人说僭越的话 想要用这件事情去定罪 因为他们知道民众都知道 耶稣行的这个神迹是真实的 他们没有办法说他是欺骗 所以一个对自己内心诚实的人 应该能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耶稣他不是疯子 也不是骗子 那他只能是神 而他在神这件事情上面 圣经也列出了许多 其他的佐证 比如说他从统治女儿生 他度过毫无一丝罪的一生 他在地上的时候 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不管是物质的层面 还是在属灵的层面 他都展现出的这个权柄 以及他对死的权柄 对撒旦的权柄等等 他只能是神 而为了让这些见证 能被准确的记载下来 圣灵又启示了四个作者 记录了四本不同的福音书 这四本福音书 虽然各有不同的角度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好让你知道耶稣就是神 他是神子 信他就能得永恒的生命 马可福音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 就简释了这个主题 第一章第一节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而为什么会有第四种声音出现 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把耶稣 推向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 这样的看法 这个样的看法 正是C.S. Lewis他在讲这个三男 刘伊斯三男的持有时候 想要驳斥的这样的看法 但是这样的看法的确有 而且非常多 而且好像越来越多 因为这样他们 这些人 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只要这样说 他们就 不用承认耶稣是神 这是最主要最核心的目的 只要不承认耶稣是神 那耶稣的这个教导 就不再是绝对的真理和诫命 而变成了 百家争鸣当中 各种论点当中 其中的一种 而如果这只是各种问题当中其中的一种 自己就不必在背负要遵守耶稣全部教导的这个担子 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去跳跳旋旋 正如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 在别的教导里面挑选自己生命的补丁一样 这样的人就可以很方便的 一边赞同耶稣对于宽恕和慈爱的教导 一边对背十字架和舍己的教导视而不见 那孔子也有很多教导 庄子和老子有很多教导也很合理 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 这些人都有很多很不错的见解 我吸取各家的职场 然后按照自己的喜好 给自己塑造偶像 这是这些人最根本的目的 当最初聚集到耶稣面前 他看病赶鬼 甚至亲自经历过被医治被赶鬼的人 在听到耶稣对自己神子身份宣称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原因也是这个 承认耶稣是神 就意味着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真理 都是绝对的诫命 自己除了匍匐在他脚前顺从 他所说的这个话 没有别的选择 而人的这个罪行 从亚当夏娃开始 就天然的想要人从神的面前躲藏 好让人给自己留一点小地方 小余地去敬拜自己 而耶稣也就早早看出了 这些人的真正的想法 所以马可福音第二章 用新酒不能装 这个 对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 这个比喻 还有旧衣服不能用新布做补丁 这两个比喻 就是想要告诉中国人说 你无法选择拿一部分的神的真理 去给你的偶像做补丁 你只能完全抛弃你自己的偶像 完全的转向神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 他只觉得耶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一个智者 一个圣人 继续问下去 他一定会对耶稣的某些教导是不认同的 而这些教导大概率就是关于舍己的教导 关于十字架的教导 这些人看到今天我们学的这些经文 就是31到35节这些经文 可能还会生气 说怎么能对这个父母和弟兄这么无情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爱众生 这样之类的话 这是你会在他身上看到的第一个特质 而还有这些人一般还有第二个特质 就是这些人多半觉得自己也是个道德还不错的人 而且可能觉得自己是以自己的道德水平为荣的 他可能会为了谦虚说自己当然比不上 这些耶稣 孔子 老子这些圣人 但是他一定也会觉得我自己还不错 而且可能还会因此为荣 这样的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跟法利赛人有点像 法利赛人也不承认耶稣是神 虽然他们在关于神的教导 比如说我们刚刚学过的关于安息日 关于近时的这个讨论上 每次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耶稣说的是对的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承认耶稣是神 他们自己也自以为义 他们觉得自己道德也很高尚 在那个时代没有比法利赛人 更加恪守严格的道德标准和生活准则的人 他们活在非常复杂的道德律中 这个律法几乎对一切的事情都有约束 比如安息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在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是绝对的道德楷模 而他们不光自己遵守这些道德标准 他们也呼召别人跟他们一样去遵守这些律法 但是在他们追求高尚道德的高地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放弃了神而且拒绝承认神 这个使他们最终的追求也成为了一条通往地狱之路 但是他们自己不自知 在拒绝神的时候 他们还努力的想要把自己的生命使到干净 想要用各样人造的道理去修补自己的旧生命 他们这样做的是如此的努力 以至于他们可以说服自己说我这样应该是公义的了吧 所以当再有人来讲到罪和悔改的信息的时候 这样的信息就不再引起他们的兴趣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已经足够高尚 应该已经不需要得救了 在圣经里面我们多次看到 当耶稣像妓女啊强盗啊小偷啊税吏啊 还有其他社会当中的底层人 还有罪人去传道的时候 一般都比较简单 都会比较顺畅 一般他都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些人他大部分都自知有罪 也知道需要认罪 知道需要拯救 所以在听到赦免得拯救的这个道的时候 他们都很想要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道 但是耶稣的道却很难触及这些敬虔的 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 因为道德在这些人心中成就了一种 自我欺骗的幻觉 让他们觉得自己和神之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还可以 我这个人不需要赦免 不需要拯救 而这就是脱离神追求道德的危险之处 道德制造这样的一种安全的幻觉 让人觉得好像自己并不受神烈怒的审判 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道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是在讲 我们不应该追求道德 不应该讲道德 在圣经的启示当中 我们普遍的看到 人类道德的起源其实就是神 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 领受神所赐下的普遍启示 道德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放在人心里面的一个标尺 这样的这个标尺在所有的这个人里面 心里面都有 以至于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当中 人们总是享有大部分共通的道德标准 在道德是如何起源这个事情上 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今天我们不会讲太多 因为 因为罪人想要在神面前逃离的时候 他们想要把道德这样从神而来美好的东西 解释成不是从神来的 所以在道德起源上有许多不同的学说 比如说有一种人认为 道德是人类在群居生活中 慢慢发展出来的约定成熟的 有利于整个群体的一种习惯 一种约定俗成的一个群体行为的记号 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 这个解释就很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习惯对整个群体都好 那就继承了下来 如果对整个群体都不好 那就会渐渐丢掉 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在很多方面都落洞百出 比如说大家看过的电影 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上那一幕 在面临灾难的时候 其实在很多其他的灾难 这个也不一定是泰坦尼克号 很多灾难的时候都是一样 在面临灾难的时候 那些更有生产力 更有能力重建族群的青壮年 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 去保全老弱病残 这样的行为 很难解释成为是有利于整个族群的 但是在人类的各个文化当中 都被认为这是道德高尚的表现 实际上道德就是从神而来的 任何声称追求道德 又拒绝承认神的人 他追求的也并非是真正的道德 而是为了给自己虚假的安全感和自已 所以当这样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虽然逻辑上他只能从骗子疯子 还有主里面做出对耶稣的这个判断 但是他们仍然会浑身难受的 想要去寻找第四个选项 就是他是一个圣人 是一个智者 因为第四个选项仍然可以保存 他们的道德幻觉 又可以让他们继续的在真神面前逃避 我自己经常想象 末世的基督徒在面对迫害的这个时候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迫害呢 其实我告诉我们说 末世的时候基督徒要受大迫害 我想的最多的时候是那种明面上的迫害 就好像罗马时期迫害基督徒比较严重的时候 说你如果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就咔嚓给你砍了 我想可能末世的迫害会不会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想一想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迫害 就是传假道的大型祈祷 然后传真道的被迫害的这个情况 那些传假道的人很有可能口里面 也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啊主啊 很有可能也会宣扬爱 宣扬包容等等的这些 但是会丢弃掉十字架的信息 末世的这个敌基督可能也是这样 启示录说后来的假教师们 他也行神迹启示 圣经甚至还提前的就提醒我们说 撒旦也能化作光明天使的模样 所以现在的这个左派感觉就有点这个意思 对不对 他们非常注重这个道德名分的这个追求 但是又非常的注重把神剥离出道德 所以你看把神剥离出他们的这个道德之后 各种荒唐的事情就来了 平权运动变成追求特权的运动 反种族歧视运动变成新型的种族歧视运动 打着高尚的旗号 干着卧龊的背离神的事情 我现在觉得这可能更像是漠视基督徒被迫害的样子 基督徒不仅在身体上被迫害 在名分上也会被迫害 因为那些人会觉得他们自己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 基督徒这帮人既然不与他们站在一起 但只能是在道德洼底的一帮人 所以漠视的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 很有可能世界根本不会认为他们是殉道者 更可能会叫这些人是纳粹 是种族主义者 以及后来想不到的其他的各种骂名和污名 所以这样的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 用道德和自义给自己带来虚假的安全感 反而可能会变成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 而我觉得圣经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在另外一处提到这个31到35节这个经文的地方 这是给大家的这个第二个问题 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 马太福音第12章46到第50节这个内容 刚刚我们看的这个31到35节的这个内容 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是46到50节是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有意思的是 在46到50节之前的时候 马太福音在讲 耶稣讲的另外的一个教导 就是有一个乌龄离开了一个人 走遍干旱之地 寻找其身的地方 却没有找到 他就说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了的那房子 到了之后看见里面空着 已经打扫干净 粉饰好了 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乌龄来 一起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 这邪恶的时代也会是这样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偶然 圣灵在讲到与神的关系之前 提到了耶稣讲的这另外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里面 打扫干净房子 粉饰好了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打扫干净房子 粉饰好了 就是说这个人用一些表面的道德和自义的事情 让自己的生命看上去好像更整洁了的意思 但是呢 他唯独没有做一件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虽然他把房子打扫干净了 但是他没有邀请主住进来 这个是关键 他用外在的东西打扫自己的房子 但是不愿意邀请主住到这个房间里 因此当乌龟在回来的时候 追求道德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们也说真的道德本来是从神而来的 你可能也会认识一些对自己的道德标准非常高的人 他们是追求很高的道德标准 生命可能也还没有出现什么太糟糕的事情 但只是他们还不太认识主 那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世界之王魔鬼的引诱和攻击 也是毫无抵御之力的 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但这个例子里面讲到说一个乌龟离开了 会带七个更恶的这个乌龟来 这个东西有点抽象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从聊斋到现在的这个电视剧里面 读圣贤书的读书郎最终总是专心专情忠诚又勇敢 但是被社会折磨几年之后全都变成父亲汉 写出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这个汪精卫 最后成了买国贼 然后嘴上批评自由派神学 但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由派神学家的卡尔巴特 被人发现常年包养情妇 这样的事情不是新鲜事情 到现在打着冠冕旗号 当往的这个旗号做缺德式的也很多 其中有相当多他们的初心可能本来是好的 从马丁路德金开始的这个黑人平权运动 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正义的 马丁路德金本人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我对他本人的这个信心状况是什么样的 我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他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他自己说认为他现在所在的这个民权运动中 所做的一切都是他神职工作的一部分 他这是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了 他说我一生一心致力于实现卓越的基督教事工 而没有别的野心 我不打算竞争竞选任何政治职务 我一直只想做一名传教士 就是他认为他所有的平权运动当中的一部分 实际上是他作为一个神职人员 是作为一个牧师 在看到从神起来的这个真理的时候 他认为在这方面社会上没有live up 就是没有做到神起事的这个标准 所以你看现在你在看我有一个梦想 你看他在这个我有一个梦想里面 所描述的这个平权的这个追求的时候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 现在已经跟基督教完全脱离的黑人平权运动 BLM的时候 你很难再把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 这就是表面上打扫干净粉饰好了的房子 如果不让主住进来 这个房子就是为乌鬼准备的 像这样的一个平权运动 他最初是好的 而且我相信马尼古勒金在的时候 可能他的这个 如果他的确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弟兄的话 最初这个运动很有可能在神那个地方是公益的 但是从他淡出这个运动到黑人平权运动 把神完全的请出这间房子 在这间房子外面 他们仍然粉刷了很漂亮的平权运动 人人众生平等的这样的七 还有凡事 但是你在看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现在里面住的这个恶鬼比以前更坏 就像是这个四十五节里面所说的一样 这个邪恶的时代也会这样 所以道德的追求不能使人得救 给救生命打补丁不能使人得救 粉刷你的房子 打扫干净你的房子 不能让人免于魔鬼的侵袭 人需要在神里面重生 怎么样重生呢 这就是在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和马太福音的四十六到五十节 所给出的这个答案 就是凡遵行我天父之一的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这是圣经里面给出的这个答案 而我们之前也讲的这部分的经文本身其实很简单的 凡遵行天父之一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就是说在神里面的这个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而如何进入这样的关系 遵行我天父的旨意 除了这些这个内容以外呢 我们还有在这些经文里面还有其他的几个细节 也需要提一下 第一个 在这个 三十二节的这个经文里面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 耶稣的这个母亲和弟兄呢 被分别的提到 而不是笼统的说 你家里人在找你 我想在这里我们也是有必要区分一下 玛利亚他的母亲 还有耶稣的这些同母义父的弟兄们 玛利亚他自己应该是知道耶稣的身份的 而且相信 而且应该他相信耶稣是神 因为耶稣出生之前的时候 天使告诉玛利亚他要生的是什么东西 而且他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 这个人确实是从圣灵而出 这个人就是他们的救主 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 曾经自己跑出去会堂 玛利亚和约瑟找不着耶稣着急 然后等找着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玛利亚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耶稣的这个弟兄们可能是不相信的 玛利亚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跟他们说过 说你们知道吗 你们那个大哥 他其实是个神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的弟兄一开始 很可能是不信的 约翰福音第七章五节的时候提到说 耶稣在加勒利的时候 他的弟兄来找他 圣经在第五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他的弟兄不相信他说的话的 所以他们虽然在 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 都一起的去找这个耶稣 但他们心里面想的 可能是不一样的事情 玛利亚可能是想要保护耶稣 但他的弟兄们可能 占觉得耶稣可能疯了 而耶稣也并非 不爱自己的弟兄和母亲 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想要提到的第二个点 他在这段话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很关键的一点 是指出了人最重要的关系 是个人与神的关系 人可以凭着信 在耶稣里面成为与神 如家人般亲密的关系 我们还记得 但是这句话不是 但是他的回答并不是说 他不爱自己的母亲 玛利亚和弟兄 我们还记得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他一生 承受着最大的这个痛苦和羞辱的 这个时候在地上的这一生 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提到说 他看到玛利亚 然后他就把玛利亚托付给自己的门徒约翰 十九章 二十九到二十七节的经文说 耶稣和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 就是约翰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了他叫自己家去了 这是在他生命最痛苦的时候 他见到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是 要有人能好好的照看他 所以他当然是爱玛利亚的 那他爱他的这几个弟兄吗 他应该也是爱他这几个弟兄的 虽然他的这几个弟兄 一开始的时候不信他 但是后来他们应该都信了 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的时候 提到耶稣复活以后回到耶路撒冷 当时众门徒在房间里面祷告 这其中就提到说 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耶稣当然是爱他的弟兄的 正是这样的爱 让他们的弟兄们 愿意去亲近他 而正是这样的爱 让他的弟兄们 可以因着他去得拯救 而耶稣后面对于家人的关系 其实还有其他类似的教导 跟今天他在这个31到35节 所说的话 其实有很相似的意思 比如说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耶稣曾经教导过说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看这个教导并不是说 你不要爱父母 对吧 他说的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这个教导跟在这一节里面 所说的这个话 内容是一致的 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爱父母 而是说我们的爱 次序有先后 有调整 人对父母和儿女的这个爱 都是有限的 是被罪污染的 我们都是在用自己 为对的这个方式 去爱家人 家人不一定 总是能感觉到 你是在爱他们 有的时候 家人可能感觉不到 或者是不能接受 越爱越导致 有更多的这个家庭矛盾 这样的情况 很常见了 但是耶稣给人的教导说 是要让主在凡事上 举首位的时候 当你把神的这个爱 和人的之间的关系 摆在自己身体当中 第一位的时候 实际情况上 反而能对父母和儿女 有从主而来的 真正的那种牺牲的这个爱 他告诉我们 是要摆好这个次序 而在实际上 我们所看到的是 如果你这个次序摆好了 那你排在第二的 对你家人 和对你儿女的这个爱 会比你自以为 排在第一的时候 还要好很多 而耶稣的这个弟兄们 这段经文要讲第三个点 他们明白了吗 耶稣说 你说的这个 耶稣说的这个话 他有这么多隐身的这个含义 不是说不爱弟兄 而是说要理清这个关系 他的弟兄们明白吗 他的弟兄后来 明白了的 耶稣的两个弟兄 分别成为了教会领袖 他们都会议了一点 这个两个人分别是雅各和犹大 雅各是雅各书这个作者 犹大是犹大书的这个作者 然后雅各也是 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领袖 你看雅各书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提到自己 他怎么介绍自己呢 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 仆人的雅各 然后你再看他另外一个弟兄 犹大书的这个作者 在一开始的时候 怎么提传乎自己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的兄弟 雅各的兄弟 可以说是雅各的兄弟 但实际上他们也是 耶稣的兄弟 他们是耶稣同母义父的 这个兄弟 但是你看在这个地方 他们并没有提自己 与耶稣是在地上 还有肉体上的兄弟 这一层关系 在这个地方说 做主耶稣基督仆人 英文的这个翻译也就是说 是耶稣基督的这个slave 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然后犹大书的这个地方 翻译也是一样 这两个 为什么他们不宣称自己 不介绍说自己是 耶稣基督的兄弟呢 虽然他们在肉体上 跟耶稣是半个兄弟 但是 他们正是因为在肉体上 是与耶稣有别人 更亲密的这个关系 更有资格成为兄弟这一点 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反而格外的注意 因为他们也想让人知道 人最重要的关系 与这位救主 和这个神之间的关系 是最重要的关系 他们愿意称自己 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仆人 为什么说仆人 仆人这个词背后 最重要的这个属灵含义 就是顺服 你做仆人的你要顺服主 而这个是与神的这个关系当中 极其重要的一点 我们如果看 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里面的 三十五节的时候 三十五节里面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在路加福音提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还翻译的稍微的不一样 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说听到了神的话 就去做的人 遵行神旨意的人 这句话后面也有 跟仆人这个词 所以一样 所隐含的顺服的这个含义 顺服 就是与神能建立 如亲人一样的关系的这个关键 就是你要相信他 你要这个顺服他 你这样才能与他真正建立 如家人一般的这样的关系 而只有这样的关系 才能够使人得救 而在三十一 不论是在马可福音之前 所提到的这个 这有人觉得他是骗 有人觉得他疯了 还是在第三十 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 所提到的有些人 想要用道德的这个方法 去给自己来获得安慰 这些方法都是行不通的 人唯一得救 唯一可以让自己得真正的安息 安慰的方法 就是与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而要建立这样的关系 就要顺服他的旨意 遵行天赋的旨意 好 今天我们所要准备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这些 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补充呢 讲的很好 谢谢软和 在现场聚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补充的吗 线上的也可以 怎么样 谢谢你 毕竟有一个问题 对着电脑说是吧 对我的问题就是 这个耶太人是很乐中这个遵行律法呀 然后自义的 那为什么耶稣说 呃 就是他们把能当的担子呢 让别人当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这是 这个是怎么解释呢 嗯 啊你就是说如果是他们自己去行这个律法的话 这担子应该是在他们自己身上是吧 就是说对如果他们这么乐中这个通过行律法来称义的话 那也不能说他们呃什么也就是只烂别人做 因为他们不仅自己这么做也喜欢别人这么做嘛 他们也号召别人一样像他们去做 他们自己对这个事情嗯 是的 就是他们也号召别人这样去做 那为什么耶稣说 他呃就是法利赛人把男的担子让别人当 然后自己一个人指头也不肯动 哦 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这个呃或者是类似的话 就是说呃 可能不一定完全是同 就是是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把 就是法利赛人把男的担子啊 让别人当自己 却不肯动 呃这个我可以解释 就是说呃 你要不要过来 律法这个东西啊 主要我们需要知道呢 神的律法呢 我们是要运用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拿着去宽在别人身上 那么同样一件一件某一件律法 大家不同的人遵行起来呢 是会有不同的难度 比如说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这个奉献 奉献比如说这个什么 修电税啊 这个税那个税的 他奉献一笔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呢对于那些寡妇啊 就根本没有钱的人 他们就会逼着他奉献 然后呢他们为了要奉献 所得多呢他们还会给人说 哎你这个奉献给神更重要 你家里父母就不用养了 你就把钱全部奉献到圣殿来 那么他们呢在这其中呢 他们自己是获 获益集团 但是呢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艺术 和他们自己人的遗传 他们废掉了神的诫命 就是当应当孝敬奉 所以那主耶稣就这些事情呢 是责备他们的 包括这个 对于那个叫什么 那个寡妇 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 比那些财主的钱奉献的都要多 其实这里呢 我认为主耶稣最重要的不是要鼓励他们奉献 主耶稣指的是呢 他们把这个寡妇啊炸得太干了 就是对于那些本来就很穷苦的人 他其实是应当要受到他们的帮助 而不是反过来用律法去压他 把他炸得干干的 对所以 这个是一个对比 就是说 我出现了 就像老德说 这个是个对比 一面是让人家 负担那个耽误起的担子 而他自己实际上付出的代价是很低的 相比来说 他不仅没有付出 而且获利甚多 因为耶稣也指着他们说 常常侵吞寡妇的财产 然后你看他在那些 那个傻多该人啊 这些的统治集团啊 他们通过垄断那个圣殿里面换钱啊 那个换 牲畜这些生意啊 不知道赚了多少钱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一个指头 不能动作 这是 显然是一个羞辞嘛 夸张的一个羞辞嘛 因为主耶稣讲道理的时候 他常常也是用着这个不同的羞辞手法 那不是说真的一个指头 而是说根本就没有真实付出代价 而另一面的被他们压榨的百姓就苦不堪言 就是到一个地步 就是一被压的喘不过气了 最后连养生的 两个小钱都会被盘剥 是这样一个对比 没有没有没有 终于这个找到那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3章4节 他说他们把南丹的重荡捆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然后还有是在那个路加福音的11章4节 也是一样的 你一开始试音经文基本上是对的 他是有这样的经文 是的是 我觉得想贴了你一下 那解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是一种强烈的一个对比 那些人自己没有负债家 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利益 但是别人被骤了死 好还有这个其他人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或者补充吗 我们听到了小蜜的话语 听不懂小蜜 听懂了 我们在有了个话语 然后他想喝奶 好 大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这个我们就请这个 啊